高冷霸总又捡了一只流浪猫 谁知这小猫好吃懒做还有小脾气 他不仅在霸总的水杯里洗之又止 还偷偷地把仙人球塞在被窝里当惊喜 本想着他流浪猫一声流浪宁死不屈 可就在霸总把他摁在怀里轻轻时 他憨憨地露出雪白的肚子 真香 盛远看着小猫腻蓝色的毛子 若有所思 你叫什么名字 听到这 白小之想翻白眼 我和你喵喵喵 你能听得懂吗 但是为了抱紧搓大腿 白小之还是勉为其难地喵了一声 声音又叫又软 白小之都嫌弃自己 然而 盛远貌似很喜欢白小之喵喵喵 他甚至愉悦地勾起唇角 再叫一声 男人一笑 冰雪消融 像是春日阳光照幅大地 暖洋洋的 白小之好像是第一次见到盛远笑 于是他又给面子的喵喵两声 是一只乖的不能再乖的小猫咪了 出来乍到 总得庄庄 盛远摸了摸小猫咪的头顶 好 就叫你芝芝了 小猫咪仰着头 圆滚滚的眼睛呆呆的 芝芝这个名字 他很喜欢 小猫咪耳朵抖了抖 拖着调子又喵了一声 闻声 盛远的唇角翘得越发向上 白小之有点得意 这个世界上虽然没人爱白小之 但是人人都喜欢小猫咪 况且他还是一只这样漂亮的小猫咪 空旷的屋子里 盛远穿着宽松家具服 正拿着一个白瓷碗 在厨房里晃来晃去 暖黄色的灯光撒在他的身上 让圣远多了几次人间烟火气 不像往日那样不尽人情 没一会 白瓷碗里装满了猫粮 被摆在了白小之面前 白小之嫌弃 万分嫌弃 他又不是真的猫 他才不喜欢吃猫粮 圣远见小猫咪皱了皱鼻子 嫌弃地把头扭开 他看出来了 你确实不像是会喜欢吃猫粮的样子 转身 圣远从冷藏柜里拿出鱼肉 男人挽起袖子 守着灶台边 开始做起了清蒸鱼 鱼肉鲜香 甚至圣远还在鱼肉上 撒上了点葱姜丝 放了些蒸鱼齿油 他把鱼做成了人类爱吃的样子 然后去喂小猫咪 小猫咪眼睛骤然亮了一下 终于啃鱼尊降贵地吃饭了 圣远浅浅笑道 果然 你不爱吃猫粮 爱吃鱼 夜晚入睡时 圣远没有把小猫咪抱上床 他独自躺在自己的大床上 小猫咪坐在门口的鞋柜下 各自安睡 倒不是因为圣远洁癖 而是圣远觉得大猫与小猫虽然物种不同 但是一旦存在了不轨的心思 那便是瘦瘦不轻 可转眼 他爪子下团着一只雪白的小猫咪 毛茸茸的一小团 而他正在给小猫咪 铁毛 梦醒 圣远捏了捏鼻梁 当当的梦未免太过柔软 在猫科动物的世界中 铁毛代表着宣誓主权 圣远笑了笑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白小之的画面 半夜十一点的圣市集团 人不是很多 整个大厦显得有点空旷 圣远下班乘坐下行电梯 到了十一楼时 停顿一下 圣远抬眸 见上来电梯的是一个年轻男生 戴着眼镜 灰色脸帽卫衣 白皙小脸软绵绵的 看着很好捏的样子 男生眼神闪躲 他后退到电梯的角落中 小声打着招呼 圣总 圣远淡淡应声 上位者气势尽显 闻声 男生又默默往角落里缩了下 不再作声 看样子胆小且内向 圣远有些傲谋 他是不是有些过于严肃了 忽然想起之前梦中的小猫咪 貌似也和这男生一样 看着绵绕可期 圣远忽然有点好奇男生的拟态 世界日新月异 人类逐渐进化 融合动物基因的优势 人类发展出拟态 例如圣远 他的拟态是雪豹 世界为二的雪豹 另一只雪豹是圣远的父亲 早早就退休养老 很多人保有拟态动物的习性 却很少在人前显现拟态 圣远是这样 电梯里的男生也是这样 甚至圣远连男生的味道都嗅不到 他只闻到空气中若有四无的青草味 电梯到达一楼 男生低着头小跑着夺门而出 出去时还小声道 圣总再见 圣远依旧没什么情绪 嗯 电梯继续下行 圣远到地下车库取了车子 他驱车驶入城市主干岛 与此同时 旁边的自行车道 还有一个小小生意 要死不活地蹬着自行车 市中心谋老旧小区 白小只将自行车停在楼下 他懒啪啪地上了楼 开门后一把把自己摔在沙发上 立志装死 这时 喵呜一声 暗处跳出来一只黑漆漆的小猫咪 精准呜地落在白小只的肚子上 疼 疼 好重 白小只捏着小黑猫脸颊 拖着嗓子嚷嚷着 白眉球 你已经是只两岁的小猫咪了 该去自己狩猎了 不要指望着我喂你 我懒 起不来 白眉球歪着头看白小只 显然不知道白小只在说什么 越过窗缝 奔入夜色之中 白小只叹了口气 猫咪这种生物 还是不要丢失野性的好 白眉球是白小只捡回来的一只流浪猫 而白小只自己也是 他的拟太就是一只小白猫 白小只自从有记忆起 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 他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 他只知道流浪猫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厉害 才能熬过严冬 第二日周六 白小只一觉睡到中午十二点 一睁眼 只见白眉球叼着一只老鼠 乖巧地蹲在白小只床边 白小只吓了一跳 虽然他拟太是只猫 但他本质还是个人 他真的不吃老鼠 勉强扯了扯嘴角 没求 你吃 随后 某白姓懒虫 周六没有懒床到黄昏 而是拿着抹布拼命擦老鼠停留过的地方 打扫了一个小时 白小只觉得自己骨头都散架了 掏出手机 他决定点一顿美食犒劳自己 他是小懒猫 也是小馋猫 白小只想吃松浆的鲁鱼 想吃神父牛排 还想吃烤全羊 小猫咪喜欢吃肉 又有什么错呢 可是白小只点餐点到一半 他看了看银行卡余额 优吼 口袋空空 极不情愿 白小只拨通了池宇的电话 猫咪是骄傲的 白小只自然不会先开口 他等着池宇上赶着先开口 果然 池宇那边兴高采烈 大神 咋了 白小只懒洋洋道 你昨天说的单子 我接了 池宇兴奋的摇起了尾巴 好呀好呀 可你昨天还不同意呢 今天怎么一下子就答应了呢 白小只直言不会 没钱吃饭 周一 白小只照常戴上眼镜 骑上破破烂烂的单车 顶着早上刚升起的太阳 一点也不开心的去盛世集团上班 虽然 在网络深处的世界中 白小只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黑客大神KK 可是 同时 白小只也是盛世集团的一个小白领 他低调且不起眼 是办公室的边缘人物 谁都能上去直诗两句 让白小只帮忙做着做那 而酬饱只不过是一句笑嘻嘻的谢谢 像上周周五 白小只加班到11点 就是因为帮部门的一个同事感方案 在盛世集团上班的白小只 会收起猫咪的尖牙利齿 转而展现猫咪乖巧的一面 池宇不止一次问过白小只 为什么要在盛世上班 为什么要做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后勤 在池宇有点中二的脑袋瓜里 像白小只这种大神 就应该高高坐在王位上 成为万千马龙的精神图腾 然而 面对池宇的诸多不解 白小只永远只是淡淡倒 因为盛世集团给我脚无险一惊 或许因为白小只从小在福利院长大 他敏感 防范心极重 他渴望拥有一个温暖的 可以躲藏的小窝 满足猫咪的安全感 他也渴望平平稳稳的生活 虽然是流浪猫 但是白小只也是只有点娇气的小猫咪 他现在已经长大了 白小只希望自己照顾好自己 于是他选择入职盛世集团 盛世集团 产业密布 是一个存在于百年的庞然大物 特别是盛世在盛远接手后 更是如日中天 白小只想 在盛世工作 就是长辈喜欢的好工作了 这样过几年 他就可以取到一只娇笑的小梨花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但是白小只以为只要他收起爪牙 装乖 装软 讨好别人 才会被别人喜欢 可是因为讨好 貌似效果并不是很好 为此白小只很是迷惑 迷惑到他爪子有点痒 此时 他正暗戳戳地挠着桌子边缘 爪子挠到一半 忽然有人在喊 小白 有事没 没事帮忙送一份文件到总裁办 白小只微微反抗 可我这边PPT还没做完 这个不是应该安珠去吗 安珠拉肚子 你帮忙送一下 文言 白小只眼睛闪过脚匣的光 好 安珠为什么拉肚子 这替白小只会 因为他给安珠的咖啡里加了泄药 安珠是办公室欺负白小只最凶的那个 总是让白小只干着干嘛 白小只每次都会给安珠的咖啡里放泄药 但是安珠还以为自己最近肠胃不好 甚至白小只还眨巴着大眼睛 劝安珠去做肠胃镜 别年纪轻轻得了什么大病 安珠惶惶不可终日 最终还是在白小只的念叨下 遭了一次罪 做了肠胃镜 却什么都没查出来 而白小只躲在角落里 愉快地冒出了猫耳朵 猫咪这种生物 报复心急重 白小只看着再怎样无害 他也是知不怎么善良的小猫咪 拿上文件 白小只直奔24楼 可是一到24楼 白小只就有点后悔 24楼 总裁办 总裁盛远的巢穴 雪豹的领域 雪豹 大型猫科动物 天生对小猫咪存在威慑力 白小只没见过圣员几回 可是每次远远看到 他都会感觉到一点点紧张 这是镌刻在血脉里的基因 飞速地将文件交给门口注意 白小只转身就想赶紧离开 谁知 他一转身 就与正巧出门的某人撞了个满怀 白小只头皮一阵吃痛 原来是头发纠缠上了某人的扭扣 头发被缠着 白小只不能抬头去看扭扣主人的脸 他只觉得鼻翼涌入冷血的味道 像是置身苍茫雪山 无边无际 冷明圣洁 这冷冰冰的味道 想也知道是谁 除了那只雪豹 不会再有其他人了 想到这里 白小只使劲地拽自己的头发 动作有点急切且粗暴 他想 算了 那几根头发他不要了 先让自己与圣远分开才是王道 圣远垂眸 看了看胸前毛茸茸的脑袋 还有脑袋主人拼令撕扯的头发 看着就疼 微微皱了皱眉 圣远沉深开口 别动 白小只果然安静了下来 鹤助理 剪刀 白小只心想头发剪了好 剪了免得自己头皮受苦 咔嚓一声 断的不是白小只的头发 而是圣远胸前的第二颗扭扣 恢复自由的白小只后退一步 抬头 有点茫然地看着圣远那张 英挺锐利的脸 甚至 白小只的头发上还缠着 圣远的第二颗扭扣 圣远则是神色淡漠 他鼻翅脏 隐约闻到了一点清新的味道 像是早上沾了露珠的小草 圣远淡淡问道 什么味道 白小只闻了闻袖口 只有洗一夜的味道 但是白小只还是猜测到 辣条的味道吧 他早上吃了一大包辣条 辣条 垃圾食品 圣远沉着脸 下次不准吃了 闻言 白小只的眼睛肉眼可见的落寞下来 知道了 总裁 健壮 圣远沉思 他刚刚是不是有点凶 圣远虽然反思 但是绝不悔改 他依旧没什么表情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白小只吃起腰背 有点草木皆兵 是总裁 然而 等圣远一回到办公室 白小只就恶狠狠地想 他也不想喜欢辣条呀 可是在孤儿院 辣条是最美味的零食 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 所以 长大后的白小只 才会报复性地吃辣条 甚至 白小只还在想 如果昨晚圣远问他 什么味道 他可以趾高气昂地说是帝王线 显然 小猫和大猫的思维 压根不在一根线上 没一会 圣远从办公室出来了 此时 他已经换上了一件全新的衬衫 他将刚换下来的衬衫 递给白小只 掉了的扣子在你头发上 回家把扣子缝好 把衬衫还给我 白小只无语 这时总裁不应该 凶声恶煞地让他滚吗 然后他就会圆润且快乐地滚走 为啥总裁让他缝扣子 白小只茫然地看着自己的手指 他的手是用来马带马的 强行缝扣子 只会换来满手的针眼 啊 白小只想 有些总裁真是表面高冷 实则恶毒 细腻的皮肉 视线在网上 是毛茸茸的后脑勺 头发上还缠着一颗 瓷白的衬衫扭后 圣远依旧闭着眼 面上一片平静 可他的手指却无意识粘动了一下 想捏点什么 例如瘦弱的脖梗 在猫科动物的世界中 大猫叼着小猫的后颈 这是一种抚育行为 圣远忽然睁眼 他看了看自己刚刚粘动的手指 微微皱眉 略微不解 就在这时 圣远面前出现了一个人 就在刚刚 白小只打了几个喷嚏 又微微有点发烧 他作为一只小流浪 一直信奉如果没人爱自己 那么自己要加倍对自己好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请了假 反正请假大不了扣钱了 他一天的工资 还没有他吃的一条鱼柜 白小只毫无罪恶感地埋在棉被里 美美地睡了一天 两天 直到第三天 白小只睡醒了 他睁眼看着天花板 入冬前仅剩的几只小飞虫 正在他眼前不知死活地不断盘旋 白小只的眼睛追着小飞虫一来一去 这个游戏进行到一分钟时 不远折服的白眉球 忽然一下子窜了出来 把小飞虫吃掉了 白小只无语 捏了捏自己嫌得慌得爪了 白小只有点苦恼 完了 他又想出去惹是生非了 好吧 明天就去上班 甚至白小只还在很认真的琢磨着 明天他要暗戳戳地搞点什么恶作剧呢 第二天 正当白小只刚坐到座位上 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背后正在冒冷气 甚至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了不少 凭什么都是猫科动物 雪豹就可以那么大只 甚至白小只在眨白眼睛期间 都已经在琢磨雪豹如何捕猎 雪豹的口粮包括小猫咪吗 这时圣远朝着白小只伸手 没有什么情绪的 我的衬衫缝好了吗 白小只突然想起那件他缝了一半 就被随手丢在地上 然后被白眉球叼走当了猫窝的衬衫 白小只有点磕疤 我生病 就 就没缝 圣远看着白小只轻瘦的小脸 有点不满 生病就要看医生 打针了吗 吃药了吗 白小只糊弄道 打针了 吃药了 圣远吹毛求疵 针眼哪 针眼那种东西 睡了三天的白小只 怎么可能拿得出来 圣远命令道 我的家庭医生正好今天过来 你现在跟我走 打针吃药 就当员工福利 白小只震惊 其实白小只真的没病 他只是打了几个喷嚏 主要原因来 次要原因娇气 这才一连请了三天假 白小只从来没想到 有一天他竟然要为自己的懒和娇气买单 而代价就是遭罪打一次针 还有白小只畏惧打针 白小只幼年生活在福利院 那是一段并不怎么温柔的岁月 记忆里 宅小的屋子嘈杂 吵闹 充斥着孩子的哭声 这时 老师就会拿着针头 到处恐吓哭着的孩子 白小只不敢哭 他会竖着瞳孔 护着比他小的孩子 安安静静地躲在角落里 耐心地等待老师情绪恢复平稳 但等待的过程总是心惊胆战 就在刚刚有那么一刻 圣远发现白小只浑身散发着点阴郁 他觉得这是因为白小只生病 不舒服 圣远毛子微微下垂 落在白小只白皙的脖狗 他的全尺想去叼着什么东西 手也有点发痒 终于 圣远在众怒魁魁之下身手 乌口钳制住白小只细入的脖子 带着他往外走 大猫叼着小猫 是对小猫的保护机制 会让小猫感到安全 平静 走 带你去打针 白小只疑惑 打针就打针 动啥手呀 男男瘦瘦不清 白小只人类的理智 告诉他要制止圣远 然而小猫咪的本性又让他觉得 现在这样很安全 小流浪从小就憧憬着 有妈妈给他舔猫 叼着他走来走去 白小只觉得要是有大猫保护的话 那他一定是威风凛凛的存在 他不用战战兢兢的过日子 也不必让自己长成 如今这副牙子必爆的凶恶模样 有时候 白小只都觉得自己太不善良了 这边白小只忙着伤春悲秋 不知不觉 圣远已经带着白小只走出了办公室 当圣远和白小只上了电梯 密闭的空间里只有他们两人 空气被压缩 寂静绷成闲 白小只后脑勺对着圣远 看似近若寒蝉 然而 他镜片下的眼珠在到处乱转 满心都在谋划着要怎样报复圣远 吓 吓唬他的 白小只一个都不会放过 黑了圣远的电脑 让圣远加班加班再加班 给圣远的咖啡里下血药 让他天天跑厕所 对了 听说万事无来的一个漂亮姐姐 专门致力于话诅咒小人 非常灵验 也不知道是不是江湖骗子 可以拿圣远试一试 有些事情真的是想想都开心 圣远凑近白小只的耳朵 冰冷出声 你在想什么 尾巴都快翘起来了 听到这话 白小只赶紧摸自己尾巴的位置 却是空空荡荡 大爷的 忘了 他现在没有显示你太 圣远轻笑出声 果然是长尾巴的 停顿了一下 圣远又问道 你的你太是什么 小猫咪吗 虽然是询问 但是圣远语气笃定 白小只摇头 不 不是 擦 圣远怎么猜出来的 难道就因为看出来他有尾巴 圣远还想继续问 叮咚一声 电梯门已经开了 24楼 电梯门外站着的是贺祥 圣远一边走一边吩咐贺祥道 这位同事生病了 先叫医生来给他打针 他病好了才能继续给我缝扣子 贺祥挑了挑眉 心想怪不得圣总每天都在问衬衫 或许 真正想问的是缝衬衫扣子的人 随即 贺祥看着白小只 又皱了皱眉 为啥他去逮白小只 白小只就天天请假 圣总一去逮白小只 白小只就忽然上班了 贺祥幸灾乐祸的想 白小只真是活该被圣总抓住 医生来的时候 白小只都快缩到角落里了 他又被圣远拽了出来 总裁 其实我病已经好了 我今晚就能回家给你缝扣子 医生给白小只检查了一下 也说白小只确实没病 原来是装病 装病可就不好了 最后 圣远还是压着白小只 给他打了一剂增强体质的药 白小只炎炎的趴在沙发上 心想明天他就找女巫姐姐去买诅咒玩玩 他要诅咒圣远变成一只小仓鼠 打针好痛 周六 白小只坐在晃晃荡荡的公交上 万分暴躁 昨天挨了一针 一直疼到现在 这该死的圣远 本来今天周末他一定要每每睡上一觉 才能弥补他昨天受到的残害 然而才睡到十点 他就被电话吵醒了 此时白小只坐在公交车上 手正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挠着玻璃 咔嚓咔嚓 从上车就开始挠 最终 司机师傅实在忍受不了 半路就把白小只赶下去了 车子缓缓开走 白小只站在原地 他注视着车窗上被挠得稀烂的小广告 终于舒坦了 白小只左拐八拐 他终于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居民楼 这居民楼其貌不扬 楼体上还零散分布着台线 这栋居民楼的二楼 就是万事屋所在地 万事屋 一个神秘的存在 他游走于黑白之间 却能够不触碰法律 任何时候都能够全身而退 他纠结了很多领域大神 被人奉为无所不能的存在 万事屋 万事阶层 传言中 万事屋飘忽不定 没有实际的地址 据说只有很少的人才知道如何找到万事屋 居民楼二楼 某间房门大厂四开 房门口立着一个白顶红字的牌子 上面印着万事屋 和街边小麦布的牌子差不多 牌子脏兮兮的落满灰 透着一点销索 还没等白小智进屋 邻居六狗的大爷恰好回来 他见到白小智赶紧上前 小白 好一阵子没见你了 我家的猫爬到树上下不来了 你们帮我抓一下 白小智颓丧着一张脸 抓猫二百 李叔拍得下大腿 你咋坐地起家呢 你们老板明明说一百八十 那您找我们老板给您抓 你们老板说他不会抓猫 白小智低头抠着指甲 所以说 就让猫在树上待着吧 李叔扯着嗓子批评教育白小智 就你们这工作态度 你们这小作坊早晚得黄 白小智伸了身懒腰 哈欠连天 哦那就黄了吧 白小智抬腿往里走 不一会白小智已经钻进了屋里 屋子里真不像个办公室 窗边摆了大大小小的绿植 屋内唯一的一张桌子 也没用来办公 而是正咕嘟咕嘟地打着火锅 热爱工作的池鱼 只能把电脑放在地上 他一米八的个子 艰难地蹲在电脑前 劈里啪啦做报表 劳模池鱼 真的是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白小智追着香味 已经坐在了火锅旁 他拿起筷子 牛肉 羊肉 鱼肉劈里啪啦 往自己碗里夹 紧随其后 万事屋老板方卓 他拉着棉拖鞋 野蛮悠悠的落座 方卓还不忘招呼池鱼 池鱼你在干嘛 还不过来吃饭 一会肉都被小白吃了 池鱼依旧埋头工作 我在做年度的财务报表 方卓撑得下巴 无所事事问道 交给会计做不就好了 池鱼你不是人事吗 池鱼无奈 老板 万事屋没有会计 也没有人事 我是你的助理 你忘了吗 方卓毫不愧疚 那真是辛苦池鱼了 说完 方卓抬快 想要加点什么 然而火锅里的食材 都进了白小智的碗里 方卓也不在意 他把筷子放下 小白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白小智吃完最后一口漏 优雅的擦了擦嘴巴 我只知道 我要不过来 你就扣我上个单子的工资 方卓摆了白手 我怎么会扣小猫咪的口粮钱呢 我没有那么坏 随即 方卓靠在一背上 翘着二郎腿 神态悠闲 只不过万事屋 最近新来了一个姐姐 能掐会算 我觉得很有意思 想让你也过来算算吧 白小智服了服眼镜 我是理工男 我崇尚科学 紧接着 白小智往前凑了凑 小声问 我听说那个姐姐会做诅咒娃娃 方卓来的兴致 你想诅咒谁 我们老板 方卓诧异了 他貌似没人眼前 这只捏捏捏捏坏的小猫咪 意识到自己的话有奇异 白小智纠正道 是盛氏集团的那个老板 就在这时 方卓望着白小智背后的方向 他来了 你不如自己问问他 白小智立刻回头看去 只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旗袍的姐姐 正顺着窗子往里爬 白小智为此汗颜 作为一只猫 他从来都爬不上二楼的窗子 七袍小姐站定 恶魔多姿地朝着白小智走过来 丝毫不见外 他双手捧起白小智的右手 这就是小白吧 姐姐给你算一挂 白小智迷茫 他已经感受到些许的怪异 于是弱弱反驳道 这位姐姐 我崇尚科学 七袍小姐打断白小智 你放心 我们与时俱进 我们现在很科学的 说完 七袍小姐从包包里翻出一堆硅甲 他敲了敲硅甲 介绍说那里材料做的硅甲 超科学 白小智呆住了 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江湖骗子 然而下一秒 七袍小姐捧着白小智的手左看右看 他吃惊道 小白你最近红蓝星动 白小智心想 果然江湖骗子 他这辈子女生的手都没牵过 还红蓝星呢 天煞孤星还差不多 但下一秒 白小智还是别流问道 那个红蓝星是小莉花还是大胖君 我还是喜欢小狱猫 七袍小姐看着硅甲 脸色有点怪异 他安慰道 你的红蓝星可能要比小莉花大一点 白小智就没想了想 那就是免婴猫 他就很大只 七袍小姐停顿了一下 可能还要更大一点 随即他赶紧转移话题 小白 你最近是不是总能遇到什么人 并且遇到后就感到心情烦闷 白小智回忆 最近他总能遇到圣远 在电梯里遇到圣远 他头发勾到了圣远的扣子 圣远抓着他去打针 甚至 下周一白小智还要去还圣远衬衫 猫眼咕噜一转 白小智转眼换上他最可爱的笑容 姐姐你说的对 是有这么一个人 我总感觉他在故意找我查 姐姐 你知道的 咱乱是屋的人牙字必报 我听说你那有诅咒娃娃 给我一个呗 旗袍小姐端坐在那 他掏出一个破骨娃娃 朝着白小智摇晃 有啊 诅咒娃娃 三万一个 麻烦先把刚刚算挂的费用截一下 也是三万 白小智瞬间收回可爱的笑容 呵呵 三万 三万够他买三条忘不了鱼了 他才不要买这样一个破娃娃 回家他自己坐 白小智抬腿就想跑单 刚转身 就见方卓懒散地靠在门框 显然正在堵他 小白 我们谈谈工作 我这里有个单子 想请你接一下 我最近鱼都快吃不起了 我没说我不接啊 你读我干嘛 方卓微微一笑 单子是盛氏集团的 他们听说黑客KK在万事屋 所以想请你重做盛氏集团的系统 听到这话 白小智当机立断 不接 原来在这等着他 方老板 你知道的 我现在在盛氏上班 不太方便 方卓有点苦恼 池宇之前说你接 所以我已经答应盛氏了 小白 万事屋好穷的 你看天这样了 我都没袜子穿 你把单子接了 我就有钱买袜子了 白小智低头一看 方卓正赤脚穿着拖鞋 露出的一点脚踝玲珑纤细 方老板的裤子虽然是某宝买的 三十一条 但是方老板的拖鞋 貌似是某大牌 够他买两卡车的袜子 白小智冷笑 你没袜子穿帮我什么事 此时 老摩池宇已经拿着一纸合同过来 大神 其实上次去你家 你签的合同就是盛氏集团的 这个单子你要不接 你需要赔偿五千万 白小智付额 五千万 好多铃 好多条小鱼 白小智愤恨道 我接 想了想 又补充道 但我只接受在背后做指导 不露面 具体操作还要盛氏团对自己来 方卓已然搭上了白小智的肩膀 他笑眯眯推着白小智往火锅旁走 有啊 他红蓝星 方卓饶有幸味 没想到这么丁点大的小猫咪也有红蓝星 红蓝星也是小猫咪吗 乌瑶沉思 我的那米龟甲显示 是只大猫 很大很大 方卓桃花也眯起 我还说最近日子怪无聊的 这不就有热闹看了 白小智在万事乌不爽 回到家更不爽 好不容易把甚远的衬衫 从白眉球的屁股底下拽出来 结果一衬衫的猫毛 还有满满的褶皱 大半夜的 白小智不能睡觉 还要在那洗衬衫 烫衬衫 衬衫扣子还被洗掉了 白小智继续缝 还把自己食指戳了两个洞 看着剩余线头 白小智想到了乌摇手里晃有的那个娃娃 不就破娃娃 三万 谁还不会做怎么着 于是白小智拿着针线又在那缝娃娃 没一会 他缝出来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丑东西 不过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白小智往娃娃的棉花里塞了一个芯片 芯片里是白小智自己写的代码 代码破译后是一句话 诅咒圣远变成小仓鼠 这个娃娃包含着一个黑客大神最深沉的恶意 白小智觉得他肯定能够诅咒成功 抱着娃娃 白小智每每睡去 盛世集团二楼 白小智拎着破布娃娃和圣远的猫窝衬衫 百无聊赖地偷着来 透过二楼栏杆 远远的 他就看到安珠爸爸正送安珠上班 爸爸牢牢叨叨叨 不知道在嘱咐安珠什么 做饭特好吃 这时白小智则会悄悄在旁边闻味道 他没有妈妈 他自己烧鱼总是焦掉 他只会订外卖 但外卖里都是各种添加剂 他甚至在想 他会不会早早就死掉 到时候可能连给他收尸的人都没有 他会在小小的房间里慢慢臭掉 安珠是办公室欺负白小智最狠的那一个 他不喜欢白小智 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太幸福 以至于他骄纵 看不上流浪猫 白小智也不喜欢安珠 可能也是因为安珠的家庭太幸福 那是白小智不曾拥有的东西 不曾拥有爱 白小智靠在二楼的栏杆上 他看着手里的娃娃 越发觉得自己坏 甚远貌似也没做什么 自己就搞出这样一只破娃娃来诅咒他 牙子必爆 小心眼 不懂得体谅人 也不懂爱人 怪不得他只配当一只流浪猫 可是白小智想 也没有人叫他如何爱 他已经很努力地在学习善良 体贴等美好品质 可能学得是有点慢 他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等一等他 在万事屋 乌瑶说白小智红蛮心动时 白小智真的有一点悸动 有那么一瞬间 他觉得余生会有人陪他了 流浪猫会有一个小家 摆弄着手中的破布娃娃 他最终一想 算了 他回家就把娃娃销毁 他要善良点 给自己积一些服务员 未来也一定会顺顺利利的 想到这里 他想将娃娃装进袋子里 谁知 手一抖 娃娃顺着二楼栏杆垂直掉落 没有丝毫声音 因为娃娃砸在了某人柔软的发底 被大猫捕破色瞳孔直勾勾盯着 他有点头皮发麻 出于条件反射 白小智扶着栏杆 身体嗖的一下就蹲了下去 他躲在栏杆后 悄悄吐气 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他刚刚知道圣远看到了自己 但他并不觉得日理万机的总裁会上楼抓自己 十 九 八 七 他在心中默默倒数 他想的是数到一的时候 就起身离开 可刚数到一时 还没站起来 他就看到圣远已经上了二楼 正朝自己走 小猫和大猫近距离对视 小猫觉得他快要应激了 圣远摇了摇手里的破步娃娃 沉声问道 你做的 白小智僵硬地点头 圣远看了看步娃娃 众肯点评 真丑 白小智为自己手指上的动不直 他自己说娃娃丑而已 但别人说就是不行 圣远想起白小智是知名感脆弱的小猫咪 说话稍重一些 白小智就要躲在角落了 搜长瓜度 圣远想说些好听的 安慰下白小智 终于 十几秒的沉默后 圣远冷着脸道 既然娃娃这么丑 就送我吧 反正也没人要 送你送你都送你 本来就是给你量身制作的诅咒娃娃 祝你早日变成小仓鼠 白小智快要控制不住嘴角恶劣的笑容了 圣远继续伸手 我的衬衫呢 缝好了吗 白小智小小声道 缝好了 他将袋子里的衬衫小心翼递给圣远 这回他忽然有点后悔了 他不应该把圣远的扣子缝得花里胡哨 圣远一件衬衫多少钱 可别让他赔 他盘算着 这个月上万的鱼他就吃了两条 他不想让他的第三条小鱼用来赔衬衫 圣远接过衬衫 皱了皱眉 为什么扣子用粉线和绿线缝 白小智顺口无粥 粉色代表花朵 绿色代表叶子 粉绿是春天的颜色 希望圣总每天都春风得意 文言 圣远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 春天的草地上 一只小猫咪在扑蝴蝶 瞬间 心里有点柔软 小猫咪确实是一种很可爱的生物 圣远将衬衫和破布娃娃一同放在口袋里 然后面无表情地向白小智道谢 此时 白小智觉得 圣远也没有那么可恶 大猫好像有那么一点温柔 好人厌的周一 似乎都没有那么难熬 白小智二楼偷完来 刚一回到办公室 他就敏锐地感觉周边氛围不大对 是恶意 他从小自己保护自己 他对恶意的感知尤为明显 白小智处施准则 攻击前 主管继续道 一年你也没做出什么成绩 我这也挺着急的 我这里有个好机会 正好给你 白小智服了服眼镜 主管您说 他深知所谓的好机会 肯定是没人接手的活 最近公司一个产品正在宣传期 找了灵州做代言 灵州助理最近请假 你去顶替一下 灵州 是当今的流量小生 选秀出道的 能唱能跳 出演过两部人气爆火的偶像剧 又参演了一部大制作的电影 正是风头无二 可据说灵州脾气不好 耍大牌 踩地捧高 对周边的人苛责 但是灵州一张嘴甜 把粉丝和制作人红得找不到北 种种传言都在阐述一个事实 给灵州当助理 免不了受欺负 助理 可能实质上是给灵州当小碎催 当出气头 给灵州当助理 白小智不确定 自己是否能够从始至终的保持懦弱人设 他担心自己一个激动 上去挠灵州 并且 离了个大谱的事 他记得自己是后勤部的文员 去当明星助理 什么鬼 白小智若若反驳 主管 咱们后勤部还要管宣传部的事吗 后勤就是哪里有需要 就往哪里上 主管拍了拍白小智的肩膀 一有所指道 小白啊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别以为和盛总说上了话 翅膀就硬了 盛总心善 就你这样的小喽啰 他转眼就能忘了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 不要想一些歪门邪道 这时 另一个同事 拿着手机凑过来 他调侃道 小白 你给盛总递礼物 被人拍下来 发公司八卦群了 没想到你平时不声不响的 倒是挺有心机 还知道去给盛总送礼物 白小智抬眸看向手机 手机屏幕上 他正蹲在地上 伸出双手给盛远弟衬衫 双眼里写满的清白无辜 而盛远接衬衫的动作 竟然带了一丝诡异的宠蜜 这张照片分为渲染力极强 这张照片上的白小智 看着不像啥正经人 忽然间 白小智也意识到 为什么大家对他冷嘲热讽了 他们或许以为自己想去勾引盛远 可事实也是如此 大家觉得真有意思 白小智也不知道照镜子 看看自己什么模样 他也没有自知之明了 平时挺老实的一个人 没想到花花心思这么多 这边白小智想继续反抗一下的 林州那里真不是个好差事 谁知 主管继续说 宣传不来我们这里要人时 人家最先看上的是安珠 可是安珠之前就已经请假了 他要和家人出去度假 我这才把这个机会让给你 一旁埋在电脑里 偷懒购物的安珠 文言抬起头来 那就让我去 你看白小智那个怂样 他去非得被人欺负死 安珠和白小智同期进入盛世 他总支持白小智 也总说白小智梦葫芦式的 活该被人欺负 但是要真的别的部门欺负白小智 安珠也会挺身而出 见安珠站出来 主管摆摆手 安珠 你别掺和 你不是很早以前就想和家人出去玩了吗 给你放假你还不乐意了 文言 白小智把拒绝的话吞了回去 他小声道 安珠 你出去玩吧 我给凌周做助理 白小智很愿意看到一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 他喜欢观望幸福 那么就让安珠去陪爸爸妈妈吧 幸福的人总是有人宠 而不幸的人 大家总愿意把他推向更不幸的境地 这仿佛已经成了惯性 安珠下班时 他抽着一张脸叫住了白小智 白小智 别人让你干什么你都干 有点骨气 而且听说凌周有时候会打人 他要是打你了 你先把你家人朋友叫来撞的 然后再报警 不然你那个损样 旁边没个人 你连报警都不敢 说完 安珠背包下班 准备每每享受假期 安珠对白小智存在一丝善意 有限但不多 白小智莫名其妙地成了凌周的助理 凌周确实脾气大 难伺候 白小智第一天见凌周 凌周就给他立规矩 上班时间不准打瞌睡 嘴巴要延 要马上响应凌周的需求 甚至第一天 白小智就被安排扛着两个行李箱到处走 那两个行李箱叠起来都比白小智重了 见白小智老是好说话 甚至连凌周身边的人 都不给白小智好脸色 对此 白小智表示他人 反正过了产品宣传期 他就可以回去当他的小职员了 关键是凌周他的一保镖 你太是藏傲 白小智有点怕 凌周也确实看不上白小智 不为别的 就因为白小智的脸比他白 比他嫩 其他的 他对这位小助理还真的没怎么注意 那天 凌周到盛世集团拍产品宣传视频 他带着农装和墨镜 走在前面 经纪人跟在他身旁 他们身后还跟着两个保镖 白小智和另一个助理则是走在最后 忽然 凌周好像看到了什么 他收起满身尖锐的棱角 摘下鼻梁下的墨镜 十足惊喜地迎上前去 圣远哥哥 好巧 今天我要拍摄 你可以来探班吗 凌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圣远了 他们两家离得有些近 出于牧强的心理 凌周从小就喜欢圣远 他也觉得像圣远这种人 只有优秀的自己才配得上 然而此时 圣远没有理会凌周 他的目光越过人群 圣远皱眉 他大不留心走到白小智面前 冷声询问 你在干什么 白小智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他磕磕巴巴道 我在当 当助理 给谁当助理 凌周 听到这 圣远眉头皱得更深 他有些不高兴 可不等圣远说什么 一旁鹤翔提醒道 圣总 会议快开始了 又深深看了白小智一眼 圣远转身离开 当天白小智是有点失望的 他本以为同为猫科动物 大猫会帮一下小猫 袋子真的很重很重 白小智看到自己的掌心 已经勒出了血痕 果然 大猫注定是猛兽 理性 有事业心 永远大剧为重 白小智看了看掌心 心里想 他这只小猫 只会揪着一些小伤小痛不放 真是没出息 这边凌周 他刚刚见圣远约过自己 去和白小智说话 此时已经火猫三丈 他皮笑若不笑地走到白小智面前 用食指挑起白小智的下巴 左右端向 黑矿眼镜下 是一双圆滚滚的猫眼 透出一些天真不安事事 凌周伸手 轻轻拍打白小智的脸颊 嘲讽意味十足 小助理 长得真不怎么样 给我安分点 不然我让你好看 白小智抿了抿唇 眼神透着点阴晦 他真的有点生气了 凌周是吧 白小智本来打算忍了 但他现在觉得自己的小暴脾气 他忍不了 白小智想 他这个月要少吃几条小鱼 留着钱去万事乌买凌周的丑闻 有意无意 凌周这一天都在为难白小智 让白小智跑了七条街 去给他打包轻蚀 最后轻蚀被凌周不懈地扔进垃圾桶 让白小智拎着二十斤重的东西 在井井几度的室外 等候他三个小时 甚至一段落水的片段 凌周都要白小智泡在水里当替身 最后晚上收工 凌周都要白小智和他回家 继续为他服务 凌周的家和盛远其中的一个房子是挨着的 回家时 凌周见盛远的房子竟然亮着灯 瞬间心花怒放 他准备先泡个澡 把自己打扮得精致一点 同时 他也不忘把白小智发配到花坛 半夜浇花 怕白小智偷懒 凌周甚至还派了藏傲保镖看着白小智 白小智顺时涌起一种无力感 他感觉自己进了狼窝 跑都跑不掉 他知道的 凌周这些人 其实手上不是很干净 说不定他家金碧辉煌的别墅下 就藏着一个密室 光管他看不上眼的人 纵然天黑漆漆的 白小智还是能够感觉到上空乌云密布 好冷啊 果真 没过多久 绵密的雨滴撕扯着夜空 争先恐后的落下 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场雨吧 马上就要入冬了 白小智一边在心底诅咒着灵周 他一边娇着花 偷懒抬头时 却见隔壁的二楼 隐隐绰绰地站着一个人 白小智抹了一下 胡在眼睛下的雨水 盛远正隔着云目遥遥注视着他 干净的白衬衫 黑戏裤 手中拿着一杯咖啡 优雅且高高在上 白小智在低头看看自己 脏兮兮的衣服还沾着泥子 拿着铲子的手动得有点僵硬 瞬间 白小智觉得自己万分委屈 流浪猫怎么了 流浪猫就要这么悲惨吗 白小智起身 当即就想跑到隔壁去辞职 然而他起身再朝隔壁看去 二楼露台已经空空荡荡不见人 白小智很失望 并且他双眼蘑菇 好冷好累 本来身体就不大好的流浪猫 终于被折腾病 哼了一下 变为拟太 人类在最为虚弱的时候 往往会变为拟太 拟太通常更有利于储存能量 这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但是对于白小智这种小型动物而言 变为拟太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弱肉强食 小型动物通常处在食物链下游 如果真的被当成动物 很容易被人抓去炖汤 所以说当小型动物变为拟太 身边最好要有家人的守护 这些年来 白小智身体不大好 一生病就会变为拟太 但他每次都会乖乖待在屋子里 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但这回他真的很慌 刚刚保镖上卫生间 趁着四下无人 他顺着强灯夺命而逃 可是跑了不过十米远 他就觉得自己头晕眼花 没力气了 他甚至在想 他会不会被人类捉去绝育 灵州家门口 圣远打着一把飞伞 他有点不解 刚才他明明好像看到了白小智 白小智在浇花 这下雨天的浇什么花 并且白小智脸色貌似很不好 意识到白小智可能被灵州欺负了 圣远没有迟疑 转身变来了灵州家 却见灵州家花坛空空荡荡 刚刚是他眼花吗 喵呜 正当圣远疑惑的时候 一声微弱叫声唤回圣远思绪 他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灵州家的墙角下 团了一个毛绒团子 团成团的身子里露出半张脸 一对幽闭色眼睛 圆滚滚 透着一股娇憨与可怜 圣远微微一笑 我就知道你的你太是小猫咪 圣远将白小智放在怀里 那里很温暖 白小智甚至能清晰地 听到圣远心脏的跳动 喵 小猫咪发出舒服的溃叹 终于在大猫的怀里放心晕倒 白小智第二天醒来就本性毕露 他走钢丝斑走到桌盐上 把爪子伸进圣远的水杯里 搅一搅 伸个懒腰 然后再一爪子 把桌子上的苹果拍到地上 圣远寻声回头 见小猫咪正优雅地坐在那里 睁着迎应双眼 乖巧而无辜 圣远上前想喝口水 被烟停到唇边 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圣远目光垂下 猫咪的爪子还带着水渍 挑了挑眉毛 圣远放下水杯 有些好笑道 给我喝你的洗脚水 见恶作剧失败 白小智又软啪啪地趴在桌子上舔猫 他就是想捉弄圣远 谁让圣是要和林州那个倒霉催的签约 虽然这是和圣远关系不大 是圣远手下高管决策的 毕竟圣远不能事事亲力亲为 他没那个精力 而且他养的一众员工也不是吃闲饭的 但是白小智就是想迁怒圣远 白小智从来不讲道理 果然书中说的不假 大猫性子霸道 而小猫性子恶劣